早晨,今天是2024年3月13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达华继显,香港研究部策略师杨允睿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Curtis,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早晨,Wendy,今天暂时没有什么重要数据 主要留意着昨晚美国出现CPI后美金转强 看今日人民币的走势会如何 以及北水在港股的情况如何 好,观众朋友,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是做好的,NVIDIA大升 美国上月的通胀数据是高于市场预期 但市场仍预期6月减息的机会是超过七成 美股三大指数高开之后一度到跌 不过很快就会升并且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大指收市升235点 收报39005点 升幅0.6% 标指升1.1% 收报5175点 纳指升1.5% 收报16265点 欧洲股市向上的 英国和德国指数升幅超过1%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升超过4%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苹果是靠稳的 Tesla向下 NVIDIA大升7% 收市债报919美元 AMD也升超过2% 甲骨文急升1.1% 公司云端业务在人工智能的需求下有很大的增长动力 一起看看二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百度和京东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另外网易、腾讯、美团和阿里巴巴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汇控比本港上日收市高超过1% 折合港元59.48 一起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向好 现在升103点 最新报38928点 首二综合指数向好升15点 精尼普通股指数升10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跌近31点 一起和大家跟进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向下跌近70点左右 恒指落17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现在和Curtis谈讨论上个月的美国通胀数据 上个月美国的CPI按年升3.2% 高于市场预期的3.1% 按月计是升0.4% 按月的升幅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看看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按年升3.8% 这个数是高于市场预期的 但这是2021年以来最小的升幅 按月升0.4% 连续两个月就高于市场预期的 核心通胀超过市场预期 反映二手车、航空旅游和服装价格的上升 通胀超预期 理论上就有机会令到联储局 啟动减息的时间表就推迟了 但例如期货市场就看到 市场预期6月开始减息的机会率 其实仍然是接近七成 预期今年起码减息三次 见到数据公布之后 其实10年期债息一度是跳升的7个基点 美股也是回升 你怎样解读CPI上升 但市场仍然没有推迟减息启动时间 还有你觉得是否6月减息的机会 也是比较大 我们仍然觉得6月开始减息的机会比较大 我想今次的CPI数据 你可以说是意料之外 亦是意料之中的 因为你之前看 好像2月份的飞龙就业数据 其实都比市场预期好 平均时薪按年仍是升至4.3% 你之前见到ADP的私人就业数据里面 就是跳槽人工加幅 其实按年升幅加速到7.6% 就是2022年11月以来 首次见到一个加速的 还有你见到今次的CPI 最大拉升的动力就是住屋和能源 你见到之前按揭申请的数据 见到那个定息利率 稍微跌了0.02个利 见到按揭申请已经是大增 反映美国方面的楼市都是不弱的 你说能源方面油价继续维持在高位 未来都不大机会会快速回落 所以你看回之前很多蛛丝马迹的话 见到今次其实CPI 所谓超过市场预期 我想同时都是意料之中 你看到CPI数据之前 近来联储局官员都不止一个 开始又再发表更加鸣派的言论 其实都已经为市场打底了 所以我觉得今次的CPI数据 未必太大冲击股市的话 其实都是合理的 市场仍然相信6月会减息 我们都是相似差不多的意见 你说这样看的话 其实现在的高利率的情况 你见到按揭利率刚才说到 仍然都维持在7厘流上 我想慢慢的影响会逐步浮现 你说CPI放缓的情况开始减慢 其实开始进入高基数的情况之下 你见到要再放缓的话 其实都难度增加 所以你说CPI数据对股市影响又不大 反而你说见到纳指方面 继续是强势的话 我想就不要轻易因为CPI数据 而去看淡美股 而且你见到美汇和债息 其实对昨天的数据反应也不是太大 好,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情况 开图给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昨天升超过500点 升上202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科技股是继续跑赢大市 港股高开114点之后 持续做好 高位一度升穿今年高位17154点 收市升幅较为收窄 收市升505点 收报17093点 是今年以来的收市新高 升幅超过3% 国指升200点 收报5949点 科指跑赢大市 升超过4% 收报3643点 成交达到1944亿 是去年9月4日以来最多 科技股和内房股带动大市表现 北水持续录得正流入 但金额缩减到1亿9千万 正流入最多的是腾讯 有7亿3千万 中国银行和快手持续有北水正入 金额分别是6亿5千万 快手有2亿9千万 昨天急升1乘1的小米 有2亿6千万的北水正入 中海油有6亿5千万的北水正流出 全出私有化的里宁有5亿北水正流出 中移动和南方恒生科技股ETF 都有超过4亿北水正流出 和Curtis谈谈大市的情况 昨天升穿了一条日白天线 和破了今年1月2日的最高位 恒指2024年至今暂时录得升幅 昨天最特别的地方是 成交达到1,500亿 但同时看到北水的流入金额大减 人民币现在在偏强水平 对美元计的离岸价在7.1819水平 比起月初7.21亿明显强了 首先想问你成交 因为看到成交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升 但北水有一个流入金额 就是比较大的减少 是否意味多了外资参与呢? 我想你如果看过正流入金额 北水就开始似乎有部份获利 但你看过成交金额 其实北水的占比继续是高的 你说护心两边的港股通 其实加上成交大约400亿左右 我想跟之前1000亿的成交的时候 其实相对已经增加了不少 但的确你看到外资似乎有机会参与多了 就可以在另一方面看到 就是美股方面的中概股 你看到往往复晚都是抽高 再比折合作港币 其实都高过港股上日的收市价 好像今天其实都有差不多的情况 你看到好像京东或者美团的ADR 其实折合港币都高过港股 即是星期二的收市价 这方面反而就可以看到 似乎外资或者外围市场方面 对中资股的看法稍稍转好了 的确你看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尤其是很多机构 尤其是外资 未必这么看好中资股 持仓水平都可能比较低 你看到近日中国内地方面的经济数据 好一些 例如CPI数据 你看到都稍稍舒缓了通缩的忧虑的话 不排除有些资金是入回来的 还有另一个比较值得留意的地方 就是你看到近来科技股开始就跑回赢了 尤其是比较落后的那些 相对来说 你看到一些之前防守力比较高的股份 好像能源股 中资电信股反而的表现开始跑输大市 有机会就开始资金轮动 去到高贝塔股份 其实对后市来说 都是利好讯号 好 看到昨天就升穿了一条100天线 还有一个大成交配合 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投资者 可以买入港股的讯号 还有现在就是 如果真的这两天都能够站稳在100天线 下一站看多少 可不可以进取少少看250天线 还是18000点左右的水平 的确是可以看看18000点的水平 从我估值角度来看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偏低的水平 即使到18000点的话 其实预测市盈率也恒指 仍然比平均水平低两个标准差 我想这个可以作为第一步上网的目标 如果看技术走势来说 其实也不止今天就开始转好 之前一月份的时候 见过低位14800左右 其实是逐步形成一个小型 是一浪高于一浪的形态 你说现在挑战今年的高位 即使之后可能会出现整固的话 只要维持着一浪高于一浪的形态 但守在16000点左右 其实向上的动力 都未可以完全减弱 不过你要留意 其实外围方面 有可能都会影响港股的表现 包括A股方面 你看到近日 这两天都是港股抽高 但反而A股 未必带到太多支持作用 好 看到科技股 其实就连续两天都跑人大市 以及都是带动大市的表现 譬如说美团也升不少 以及京东和Bilibili之后 其实业绩之后 都是出乎市场预期 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譬如说看科技股方面 你会不会觉得 第一就是科技股能够继续跑赢 或者带动大市 第二就是说有哪几只科技股 你觉得那个升幅暂时不是很多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着 这一段来的升浪 好像刚才所说 看到近来的确 开始有些迹象是资金轮动 加上之前我们说的外资的情况 的确你看到 国际金融协会统计的数据 2月份的确有些资金 留有些中资股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些大型科技股相信 都是资金的首选 而且你要大市向上 其实都要靠那些大型科技股去推动 这类股份 就是之前比较弱的 好像京东美团 你看到都开始扭转的走势 明显这两只之前比较落后 现在开始跑赢 都是板块开始起步的迹象 加上近来是业绩期 你看到很多大型科技股 其实市场之前对他们的预期 就比较低一些 所以要业绩比市场预期 变相难度就不是那么高 但是应该是对的 是对的 是的 还是对的 是对的 对的 对的 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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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对的 是对的